今次分享的是鷹嘴豆泥,Hummus 超容易做的,最重要有一個電動攪拌器就完成了 看看主角,鷹嘴豆,用罐頭就更方便了 然後第二個主角,中東麻醬,Tihini,這個是自己打的 還有就是Hummus 的好伙伴,Peter Brad,是一個空心的包 做鷹嘴豆泥,最重要有一個麻醬 這個麻醬可以現成買,又或者像我一樣自己做也可以 做法亦非常簡單,首先用白黃烘香芝麻 然後再把烘香芝麻和鑑膜油一起打均勻 用攪拌器打均勻,然後再加少許鹽調味再打均勻 就完成了,詳細的做法可以看我另一條影片 這裏我就不詳細講了 有了麻醬,就可以開始做鷹嘴豆泥了 首先切一半的蒜頭,切上去 一半就夠了,太多反而味道太重,遮蓋其他食材的味道 然後拿檸檬汁,切開一半,用叉蓋著檸檬汁來拿汁會拿得好些 主角,鷹嘴豆,開了一個罐頭去倒出來,晾乾水 留起幾粒就裝飾用在最後 做鷹嘴豆泥,其實真的需要一個普通的攪拌器 但大家都見到壞了,我唯有用手提的定常 攪拌得辛苦點,但都可以做到的 整件事其實很簡單,留意次序就可以了 首先攪拌了檸檬汁和麻醬,攪拌均勻 然後就可以加入蒜粒和孜鹽粉 孜鹽粉不要加太多,少少有吊起香味就可以了 然後就攪拌均勻 然後就可以加入主角鷹嘴豆,但我要分兩次 因為我這個手提攪拌器不夠大,要分兩次去打爛他們 攪拌均勻後就可以加入籃油,令他們更加柔滑 現在再加上第二批的鷹嘴豆 如果你用正常的攪拌器夠大,不用像我一樣分兩批 之後就可以加鹽調味,然後就繼續打均勻 現在可以試一試味,覺得不夠味可以再加少少鹽 而且最重要這個步驟是加入兩湯匙的冰水 然後再把所有東西打均勻,打到滑身就完成了 畫面看到這個質地就完成了 然後就可以放在自己喜歡的容器上 壓平它的面子,裝飾一下幫它化妝 鷹嘴豆泥其實是地中海中東菜,現在美國那邊都很流行 是一款健康食物,因為它有蛋白質,有纖維,有維他命B6 我自己第一次吃鷹嘴豆泥是在一間土耳其餐廳吃的 一吃我就喜歡這個味道 香港不是到處有的,所以不如自己做吧 反正它也這麼容易做 好了,現在處理完一樣和鷹嘴豆泥很搭的一個空心麵包叫Peter Brad 一開四,然後就不用餘熱,230度放入焗爐中間,4分半鐘完成 其實鷹嘴豆泥除了配這個包之外,另外還可以配一些蔬菜的新鮮蔬菜 例如一些甘筍條、西芹條、青瓜條等 味道上其實都很多變化,不過今次我第一次介紹就介紹個原味 最後灑一點芹菜在面上就完成了 這個西式料理健康,好吃又容易做,希望大家喜歡,拜拜!